您好,我是南博二 那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喜欢唱歌 那我记得以前就是一旦我喜欢上哪一首歌 那我就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听,然后跟着唱 就算是不懂那个歌在唱什么,因为毕竟年纪还蛮小 就是一直在唱,就是喜欢啦,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唱一直唱 唱到甚至很多歌,其实是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 哦,这个其实在唱这个意思,或者是那个意思 反正小时候就是觉得唱歌是快乐的 嗯,念书时期啦,我很羡慕我的同学 他们就是会经常上台,唱歌,表演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内心其实是一直就想说,以后哪天长大之后 我想当一个歌手,可是我都不敢唱出来 我觉得声音就怪怪的 所以这个梦我一直都没有,没有放弃过 就算是到后来中学毕业之后 那自己本身喜欢艺术,那我也不想 本来一开始是不想说啊,我不要跟别人一样 就是做那一种,朝九万五的工作 心里的梦就是想当歌手 那个梦是一直在 一直都在的啦 那后来就跟朋友学吉他 然后,就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去 去 去学习,然后去 把握每一个机会 到后来也可以上台了 然后就表演啊 我记得第一次自弹自唱的时候 就是好像你觉得 我四只手指 好像就是四只手指 就弹四五只手指 就好像是那个 乒乓这样子那么的硬 硬邦邦的 很僵的 整个人就是一直在颤抖的 把自己的一首创作唱完这样子 就因为梦 因为梦想 然后我当了九年的幼子 然后我经历了很多 体验了很多 跌跌撞撞的 然后我觉得 我有很多很多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一般都会把自己的故事 写在歌里面 然后或者是 用拍照 那平时 我除了用音乐文字 来铺写我的记忆 那平时生活上呢 我一定会带手机 那到如果出游的话 当然是少不了相机啦 都会时时刻刻去捕抓一些 征服到我视觉 还是触动到我内心 还有一些 我觉得有故事的画面 那刚好也遇到了 几个朋友 我把他成为好色之徒啦 爱好摄影这样子 那他们都是已经四十岁 五十岁 五十岁左右 我也很佩服他们的那种精神 对他们喜欢的东西 他们热 他们passion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 不如我们来合作吧 他们很想圆梦 他们很想 一直想要 举办一个摄影展什么之类 咦我们就想说 咦我也要发专辑啊 我有我的梦 你们有你们的梦 那我们不如合作吧 就是我 所以才会有这个南波尔 终于 终于其实是我的那个专辑的名称 南波尔终于音色全马 就音乐加摄影 然后全马寻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主要想要做东西 为什么要去寻回呢 我们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作品之外呢 其实是一个精神吧 我觉得是我们这种精神呢 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故事 可以去到更多更多的地方去分享 呃 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鼓励到别人 或者是让别人有所启发 呃 我希望我们这些小小的人物 呃 可以透过 呃 一些小小小小小 呃 各大 各大小的活动去 去 去 去推广吧 还是去分享 然后去 贡献吧 那 新年之后啊 就是20明年 2013年 新年之后就会 呃 发行 发行南波尔创作的专辑 嗯 发行之后呢 就会有 呃 宣传 就是南波尔终于音色缘码的宣传 那希望 一路 怎么说 希望 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进行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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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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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